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适合在减肥时候吃的小零食 它就是有点像酸奶加麦片的组合 首先今天来试试看这个蓝色的口味 把它倒进去 然后酸奶就会跟麦片在一起 非常健康 然后因为它的麦片有嚼劲 所以很好吃的感觉 然后这个红色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哇 你看 这个是巧克力的巧克力圈 有些人会觉得吃巧克力其实会不胖 但是因为这些穀物啊 它其实不太容易胖 倒进去 我很喜欢吃这个 因为它比较甜 然后它有股巧克力的味道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很无聊 然后它那个巧克力就是很甜很软的 所以非常好吃 当然是巧克力口味好吃啊 希望喜欢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去吃吃看哦 好啦 那今天天音的吃货放送呢 就到这边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今天天音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 那10月也是韩国歌謠界出道的大旺季 那这个礼拜呢 又有哪些小哥哥们即将要出道呢 跟天音一起来看看吧 好啦 那今天天音首先要来说的呢 是在10月10号正式出道的TRCNG 那这个组合呢 它们的新专辑也是带来了六首新歌 那它们啊是以黑暗风格为主题 展现了它们独有的表演风格 那它们的成员啊也是参与了这次的主打歌 I'm the one 的rap创作 可以说是展现非常多的实力 那它们呢即将在10月10日正式出道 希望啊关心它们的粉丝们都可以支持它们的出道舞台哦 那在Produce One One第二季中有出色表现的精英小哥哥呢 即将以Ring Lee的身份要出道啦 那它们这次呢的新专辑也是由著名的制作人直接操刀 而且新歌朱丽叶呢 也是表现了罗密欧向朱丽叶表达自己心情的勇敢歌曲 那这次它们的MV和新歌呢都将在10月12号正式发布 希望喜欢它们的粉丝不要错过哦 好啦那今天天音的麦拍韩芸呢就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那这个10月呢天气也是非常的凉爽 希望啊大家都可以出去野野餐啊散散步啊看看枫叶啊 在这个10月都可以拥有一个好心情 那这里是天阿夏TV 我是天音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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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